台湾是我的婆家 但现在它就是我的家 过我的故事 要从各种告别开始 熬过了昂贵的防疫旅馆15天 却没熬过婆婆随即病逝带来的伤痛 我们全家临时决定不回上海了 原来的律师工作被迫按下了终止键 连络着记不清的我在这里 我会是谁 但我越想隐藏自己是命运 却不过我的头发 走到哪里 都是究竟 看来选择异乡 就是要告别过去从头来过 幸运的是这个异乡总提醒着我 先放下自己来看看世界 还有白色咕咕耶 谢谢 谢谢 好可爱 就它这样弹弹弹 好可爱 被赋予了生命的米苔木 我女儿四个月就吃了 命运了安心的摊商爸爸 泡打粉香精都没有 小朋友可以放心吃 连鸡蛋都是人道福利蛋 或者在一次旅行中 尝试一种新的吃法 第一次知道东方美人要喝下茶 贵的是那口小绿叶蝉 叮咬所结出的果香味 体验泰亚族的服饰与文面 在台东的山上 参观当地人才知道的新奇博物馆 为陆分享一首歌 在台北登展竟看到了上海的展区 激动了想快点走进看看 原来先生的家早就是我的家 我可以选择新的方式来为这个家付出 去记录客家的宗族团结 去挖掘台湾的文化遗产 去支持公益协会的工作 去了解弱势家庭的需要 原来有一天 我的努力会被看见 原来有一天 我也可以去影响台湾社会 虽然我只是人群中的一个点 但是这个点 知道自己的方向